我們先讓各位稍微做一個小測驗 看看說平常可能你用Google地圖主要用哪些功能 那你有沒有用過Google地球 還有就是有沒有用過我的地圖 那麼經過剛剛的大家努力之後 統計結果已經出來了 所以很簡單大家一般來說應該看哪一個最多 大部分是做什麼景點查詢或者是什麼 路線的規劃應該是最多的 另外呢接警服務也不少 這大概是各位比較常見 那麼其實呢您看看我們左手邊這裡 導航有沒有用它做導航 偶爾也可以嘛 如果說你的這個連線OK的話 那用它導航也是不錯 那麼有沒有看過它用歷史接警 這個部分好像歷史接警部分只有一位同學有 大部分比較少 那你說那個Google接警 是不是有Google那個360度那個接警車跑出來 它除了車子也有腳踏車嘛 也有人的嘛 呵呵 你不知道喔 待會兒我們可以去看 呵呵呵 因為有些地方車子開不進去啊 那上面就有一個那個好像那個360度的那個去去 你知道 那這個歷史接警其實做一個歷史的一個閱讀是一個很好的 比如說我要看一下什麼 那種地形地貌的改變 像剛剛有提到國土的那個規劃啊 像事實上國土 國土規劃如果你是在山上爛砍爛伐的 他們都有空照圖 馬上就可以看到哪個地方跟以前不一樣 所以那種大規模的很快就會發現 很快就發現 那另外呢 有沒有用過評論跟行程照片的 比如說這個景點自家餐廳 我覺得不錯 可是上面的照片啊 或者是那個 沒有什麼做太多評論的 或者介紹的 你可以在這邊增加喔 因為Google現在呢 對於這種公眾的資訊 我們現在Google地圖在台灣的部分 它有加入一個計畫叫Google Truth 那個部分的話 可以讓你怎麼樣 就是使用者自行去回報 回報說這個地點應該還有什麼距離 當然那個要經過審額 可是至少就是說你也可以參與 你也可以參與 那再來 好像大家都沒有用這個呢 都沒有去算看看 你要去的距離多長 因為路線規劃完 它就告訴你 那個總長度多長 對不對 那但是呢 如果我們在一般 像地域在應用 我可能要稍微計算一下 直線的距離也好 或者是曲線的距離 它的距離多長 或者面積的時候 其實這個Google可以用到 現在其實Google還有做到什麼 室內的喔 因為我們導航現在說 在外面看而已 室內現在也可以 甚至還有加上什麼 今天還有補充一個就是 聽聲音的 我們Google街景也好 是不是都只看眼睛的對不對 為什麼你轉到那邊 轉到那邊聲音不一樣 這個他也有喔 當然現在這個都算 比較屬於實驗室的 實驗室規模還不是很多 再來就是 其實像各大博物館這個 現在也有 比如說我們的故宮 你有沒有去看過翠玉白菜 我沒有實際看過 但是網路上我看很多次 而且我可以拉近了 去看 我可以看到那一隻 炸猛 那所以你可以從不同角度看 你也不用跟人家人擠人 又不用花那個錢對不對 所以呢 這個其實現在有很多線上的 博物館的部分也有 另外一個可能你們都不知道 我問一下 你校園裡面的道路你都認識嗎 也許你會走搞不好不知道那是什麼路對不對 那可能你是理工學院的 搞不好對我們這個文學院的 那洞的建築部分 周邊是就比較不了解 欸他現在連學校裡面都有喔 所以下次學校裡面找不到地方 一樣Google地圖有沒有 可以用嗎 等一下你可以找看看學校的 好 至於回報問題這個我想 各位應該用到就很傻很早 這個一般來講主要 就是你有發現有錯誤或者是什麼 你有針對這邊你是所謂的店家的 經營的人 那這個地方你才比較有機會用到 好不好 那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所以很顯然 有用過Google地球跟沒有用過 大概是一半一半 欸所以 還可以開發的空間還蠻大的 跟上面比起來是差很多 那往下走 這個沒有用過更多 因為大部分大家都用什麼 都用別人的對不對 比較少自己貢獻一點 就好像你上網一樣 看別人的網站比較多 自己寫的文章 是不是相對比較少 好 OK 那了解這樣的概念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繼續往下看喔